好 我们在场上裁判节目比赛了 这个双手比较 这个流血量太大了 这是两次转机啊 中国硬汉吕正宏最凶猛之战 跟随赛事方前进俄罗斯作战 挑战俄罗斯本土选手 在比赛中打得头破血流 现场观众都惊呆了 吕正宏对手名叫叶夫根尼 获得过俄罗斯自由搏击冠军 同时这场也是双方的金腰带之战 吕正宏没有教练团队独自出场 叶夫根尼则是在赛前严重操纵 按照比赛规则可以取消参赛资格 不用比赛就可以获得胜利 但吕正宏在客场丝毫不拒 接受了本次比赛 一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战的比赛 吕正宏如何应对 比赛开始后 叶夫根尼仗着在自己主场作战 开局就打得十分主动 吕正宏也是丝毫没有影响心态 立马用腿部进行反击 叶夫根尼非常灵活 躲开了几波攻击 对自己的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这是赛事方 经过严谨的 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选手 对 随着比赛的进行 叶夫根尼一直占据主动 将对手牢牢控制在铁龙边 使出连续的低扫攻击 吕正宏迅速躲闪游走 突然发起重拳反击 但叶夫根尼丝毫不晃 凶猛的摆拳狂轰 不愧为俄罗斯自由搏击冠军 吕正宏也是没有占到上风 紧接着压上去又是低扫踢 将对手打了一个踉枪 这时双方互轮重拳命中 两人同时瘫倒在地 吕正宏迅速起身想要攻击 不料对手下前抱腿 紧跟还抡出摆拳 吕正宏下前抱摔 结果被拿到了断头台 在地面缠斗过程中 吕正宏的胸部位置 血流的已经被染红 在下位控制住还不停用拳砸击 由于双方缠抱在一起 无法分辨出是谁开了口子 突然叶福根尼迅速转身 占据了上位骑程 瞬间吕正宏陷入了悲痛 对手不停地用肘砸击 我看他应该是给你的头部 好 第一局还有几秒钟 小心 小心那几个肘鸡 哎 漂亮 这个有点含着 侧面 直接给开口子了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双方打法依旧没有减弱 还是重拳护轮猛攻 看得台下观众热血沸腾 这时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吕正宏连续不断肘鸡猛炸 对手的眉骨直接被打开 血流的到处都是 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叫停了比赛 对手还在不停地流血 最终吕正宏面对对手超重 也是丝毫不惧 顶住了所有压力 凭借锋利的肘击KO对手 成功拿下比赛 豪夺世界冠军金腰带 让我们为吕正宏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